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图形的面积比较 今天会介绍菱形和菱形的面积 首先我们先来看菱形的面积 菱形我们可以把它切割 变成这样 在中间切两条线 就会变成四个三角形 那三角形的面积就全照过 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算 我们可以利用三角形的面积 刷生出这个菱形的面积 按下面的例子 有一个菱形的面积要怎么算 那一样的菱形的我们可以做切割 给它变成四个一样的刷生性 像这样一二三四这四个三角形的一模一样 我们就可以利用先刷出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然后再刷出整个菱形的面积 就是三角形的面积 四、三、六、十、二、三、十、二 然后总共有四个 所以十二再乘四 等于四十八 然后这个面积就等于四十八 好,接下来我们看菱形的面积怎么算 菱形我们可以一样做切割 在这边跟这边做切割 会变成怎么样呢 这样 你可以看到一个正方形 跟两个三角形 然后这样就变成一颗算的菱形了 来刷一个例子 上面的边是四 上面的边是六 高是六 它的菱形面积为和 一样做一个切割 变成了一个正方形 一个长方形 跟两个三角形 那么可以知道 因为长方形的两个对边是一样长的 所以这一个边就会等于四 然后因为两边的三角形长得一样 然后四加一加一会等六 所以这一个小的边会等一 那么就可以来刷它的面积了 另一个长方形的面积 四乘六 乘二十四 然后再刷三角形的面积 一乘六 乘二乘三 所以把这长方形跟两个三角形加在一起 这是二十四加三加三 就是三角形 谢谢大家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